你覺得學校的人民氣息浮不浮厚? 我覺得是削藥重的 但是都是浮厚的 因為本身令南都是做人民學科的 我覺得大學不是一個被人輸的地方 有時候都是被學習其他東西 例如跟其他人相互 跟人溝通 都是一個學習的方法 都是獲取經驗的活動 對自己的品牌和操縱 都應該有一個很嚴格的要求 所以我覺得這些在大學生裡面都很重 我們學校的學生 就算你收什麼科都好 要求你讀很多不同範疇的東西 我覺得多學幾個範疇的知識 對學生永遠都沒有懷處 我們領南大學的定位很清晰 因為我們是博雅大學 所以教學一定是很重視 博雅其實就是我們基本上是由 Liberal Arts那邊把它翻譯過來 當然Liberal Arts是西方的東西 我們中國其實都有我們的傳統 我們的傳統其實也是博雅和雅 雅應該加上余雅 而不是普通文雅的意思 所以這個實際上我們這裡 領南大學的博雅教育 既有西方那種傳統的方法 亦都有我們中國的傳統 傳人教育的內涵 Liberal Arts其實在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包含了文科、消息科學和自然科學 作為它的基礎 所以很多人有時候 人家會不會聽到博雅 或者Liberal Arts 就以為只是文科 實際不是的 其實文科加理科 不過理科之中 還會加上science 其實是社會科學 這個就是博雅的基礎 除了知識傳授以外的傳統學科 會不會有其他學習的環境 其他的課程 一起配合去培育學生 我們有一個叫做服務研習的要求 作為他們畢業的要求 其實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他們透過服務社會 然後從中深入更加深化對自己 某些學科知識 從事作出反省 將學術方面和服務社會 和體驗加在一起 其實博雅教除了通識的基礎之外 他還有要求 就是學習的方法 學習就是以討論為主 以學生去自己學為主 所以體驗是多些觀念角度 但是你怎樣達到這件事 就是多些討論 加上體驗 社會的體驗等等 但有部份的體驗 是有關他人的志向 對社會的責任 所以我剛才說魚雅 這個魚字是有意思 因為我們魚有傳統 除了關心自己的本事之外 還關心社會 所以博雅教育 其實就是一種全能教育的方法 既有自己在知識和技能方面 有比較全面發展之外 還要關懷社會 對社會的責任深 所以這是比較理想的 博雅教育出來的畢業生 學生的成績好 當然最好 更理想 但是我們希望突出一點就是 在我們的教育模式之下 就算成績進來的時候 沒有那麼好 我們希望畢業的時候 都不會輸蝕 就是我們所重視的 是個負價值 在你的教育 week 中文字幕官方的字幕